每次我回来 爸爸都会先带我到机场附近的待位 吃点东西 我也每次都很默契的 没在飞机上吃东西 我肚子还缺了个 家有毛毛的壳子 昨天一早醒来 看到科比理事的消息 这一年才刚开始 反复全世界都在提醒着我们 要学会珍惜 今年过年和朋友的问候 最多的是关于疫情的消息 很多朋友退了票 留在了北京过年 绝大部分人宅家过完了这个新年 趁着闲时 我规划了一下工作中想要做的事 以及记录下最近想到还不错的帖子 看到喜欢的带老板也出书单了 记录下来 免得收藏闯上又忘记了 以上三块的计划我会定期更新 之后的周计划部分内容 会依据这三块进行安排 而后每天的to do list 会根据周计划酌情安排 这样一切就井然有序 有迹可循 这本本子我随身携带 也会记录下我共发的灵感 柴朝不仅意间看到了好句子 学习和工作的内容也会记录到当中 到了晚上 在归整归整这一天记录的东西 分门匾列到专项的笔记本上 这样又再一次回顾了一下 今天的内容 印象更为深刻 说了这么多 也算借机分享一下 自己的日常规划方法 如果对你有些许帮助 我都会感到万分心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